英纽特人是如何避孕的 不懂任何医疗常识的他们 生孩子始终是一大难题 但聪明的英纽特人总有应对之策 当男人捕猎海豹归来 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分解 新鲜的海豹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同样也富含高量的维生素 这也完美补充没有蔬菜的缺陷 朴实的英纽特人 会将一部分海豹肉分给没有捕到猎物的家庭 除了食物共享 生活方面他们也是不分你我 切割下来的海豹膀胀则大有用处 去掉里面腥臭的杂质后 女人直接用吸的方式将内部吊转过来 随后直接用嘴给膀胱充气 一个密不透风的二胎阻拦器便制作完毕 这一切都被老不媳妇尽收眼底 并投来不屑的眼神 然后取出一些露精 将吹满气的气球绑扎结实 英纽特人没有任何医疗常识 更没有所谓的接生婆 生孩子是每个女人的鬼门关 所以聪明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 充满气的气球要进进一个星期的风干晾晒 否则上面残留的脂肪会发生腐烂 这样的处理方式能让气球反复使用 看着地位家的气球高高挂起 老不媳妇忍不住笑的刺牙咧嘴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隐私 男人也不会在意 快乐才是重中之重 剥去的海豹皮也要进行处理 用乌鲁刀挂去残留的脂肪 这个过程非常考验女人的耐心 由于皱巴巴的皮毛不宜操作 女人需要先给海豹皮充气 应有特女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脏兮兮的工作 充气的同时孩子不断地敲击 这是他们无法抗拒的玩具 小孩在北极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对于任何事物都能勾起孩子们的好奇心 圆鼓鼓的海豹皮便于挂去残留的脂肪 否则在晾晒的同时脂肪会发生腐烂 剩下的工作会由老婆妻子完成 将处理好的海豹皮瓶铺在地上 海豹皮在晾晒的同时会硬化缩水 用露棍将皮子平整地撑开 能防止风干的时候变形 在部落里 每个英优特女人都有一手巧妙的针线活 骨头做针 露筋做线 密布透风的海豹皮会被制作成郁寒的靴子 由于海豹皮预冷会变得僵硬 女人们会用牙咬的方式软化 这种方式虽然简单暴力 但是肠子以往会让牙齿提前脱落 做好的靴子即使伸进刺骨的河水 内部依然会保持温暖干燥 但海豹靴子有个弊端 寒冷的夜晚会让靴子硬化 英优特人将海豹脂肪涂抹在靴子上 以防止预冷变阴 这也正是英优特人衣服上 为什么总是油黑发酿的原因 这边老婆妻子已经开始了炖肉 生活全部依靠干燥的开解 为了节省燃料 他们并不会炖制太长时间 仅仅不到十分钟 海豹炖肉已经出锅 三分熟的肉质食用起来口感最佳 只要是有生活的燃料 英优特人还是喜欢煮熟的享用 茶余饭后 妻子讲述了弟妹制作气球的糗事 贪后的老婆看了一眼高高挂起的气球 俗话说 不成功便成人 英优特人生孩子的场面 也是相当之震撼